大家好 今天早上我们来炒一条烟鱼吃 这个是我们自家的那个烟鱼 有很多网友收到咱家的那个烟鱼都不知道怎么吃 今天咱们就来教大家怎么炒吃 其实炒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超简单的 现在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烟鱼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当然了 这一整条炒也是可以的 但是习惯把它切成小了 看这个鱼这个肉子 这个肉就是相当可以的 切好了之后呢 在这个锅里面放油 放油的时候尽量放多一点 不要省油啊 炒的时候呢先把这个鱼鳞这边把它先炸一下 然后肉里面这边呢 稍微炸一点一点就可以出锅了 炸的时候只能用这个油去炸它不能去翻炒的 因为这个咱们做的鱼肉是比较爽的 翻炒的话就全部烂掉了 而且呢一定要用小火小火慢慢的去炸这个鱼 鱼鱼 好了我们只要炸个五分熟就可以出锅了 只要把这个鱼鳞啊炸得快熟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看一下这样炒出来 这个鱼肉啊 它就不会烂 看一下 这个鱼鳞啊 就炒出来了 这个鱼鳞可是 开胃又下饭的一道小车 好吧 炒这个鱼鱼的时候呢 在炒的过程中呢 还有那个鸡精和那个使用盐都不需要放的 任何东西都不需要放的 炒完之后可以适当的放点那个葱花 因为家里没有葱花所以就不放了 葱花的葱花比较香的 带点香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